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亦,我生活在泰国清迈 很多人都认为啊,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所以呢,泰国人民都非常的温顺 然后彬彬有礼,天天Sawadika,Kakonka 但是你要看,同样也是佛教国家的 柬埔寨,缅甸 那为什么那里的人民好像就没有那么可爱呢 一会儿打仗,一会儿是什么的 那杨丽德老师今天来我们咖啡馆 他跟我们聊了这个话题 他说因为泰国的国王非常浪漫 不只是九师皇会唱歌啊,会乐器,玩翻船什么的 他的五师皇啊,好几师皇都是非常浪漫 还有建筑师呢 这个字记住了喔,浪漫 泰国人民是浪漫底义的里面 浪漫,他也是浪漫 非常浪漫 浪漫底 Romantic 那是因为九师皇,九师皇又会唱歌,又会写歌 很酷 九师皇,四师皇,五师皇 比如说搞建筑的 皇宫里面有一栋最棒的建筑 就是泰式的屋顶,但是是罗马式的柱子做的一个房子 就是兵器展览馆 皇宫一般的导游都是大半,就是都是撒旦 其实呢,皇宫好看的 还有那个建筑,还有一个皇后的曼谷水灾博物馆 不知道啊,就是曼谷那时候被浸水的时候 有办法下,拆个木梁到凤,就是导游基本上走到一半就赶你出去 那个在最后的门边 那个博物馆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曼谷 但是曼谷的那个博物馆他是不准拍照,所以他没有被淋出来 所以因此,曼谷皇宫,还有曼谷皇宫的那一块地叫做沙朗囊 沙朗囊 沙朗囊叫做穷人市场 他是,他穷的,可能连一个钥匙他在卖 连一个,跟一个怎么家里,任何一个,他都会买地方在卖 那边是全部就是乡下人进曼谷的汽车总站 哦,说明有东西在那边曼谷,赚了路费可能会反常 对了,总之,你看到像我走那条路,我常常去 所以那边又有考山路,考山路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的嬉皮天堂,是吗 考山路,考山路我知道 那你,但是现在完了,为什么完了,疫情吧 他说没游客啊,对啊,改成酒吧了,酒吧街了 考山路之间,那个是市场吗 是吧,200块做一个,那个,世界国际记者证 哦,你只带一张照片去,200块半小时做出来给你 哦,那个有用吗 当然,你要去看演唱,为什么,谁会去检查说这真正假 show off而已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学学生证 你到那个YMCA,什么都好用,坐车买船票,减半价 哦,那个可以哦 那个,那有你自己,有你自己他有一张单子先给你 什么大学,你要练什么大学 哦,你就写完他就照着把它打上去 我是纽约大学,那个考山路精彩的要命 我觉得考山路沙拉南,就是皇家铁,还有华巴轿 哦,还有那边的码头 哦,我觉得那个是全部最精彩的 考山路什么 考山路,连着皇宫的这个皇家操场 哦,还有那个穷人地 还有战阶小弟,战阶小弟 哦,就是那个高中生放指架了 哦,就是南海街机客 对,他是,他跟南海街不太一样 嗯,他就是,小南海就住在路,站在路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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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就客人会开车 对,停在前面,带走,说多少钱 然后我们一人就上前,带走 当然,南,这叫做战阶南海 他不是在一个店,就是 那高中生呢,要你用钱 他放暑假就回来站 哦,可能,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知道这个事情 可能他也是gay 他不做完,他就回来站 嗯,很有意思哦 很有意思哦 对 啊那个,那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都是很有意思 我说到我很想说 我不是gay 我才不记录 对,可是你一下子就开始歧视了 我没有啊 对 他看着我,你知道吗 对,就是他看着你,你就说 我还没有变gay哦 你不能,你一说,我是gay 那gay就被你歧视了 对一个摄影师 对一个新闻记者摄影师来讲 这就话题,很精彩啊 是 都很精彩啊 好不好 战阶南海写真情 对啊 你把他拿回来梳梳头 剪剪头发,穿衣服拍的 你就说他都是少年队,都是明星 所以他这件事情就不是 就是一个运动 叫做,你要崇拜那么多明星 战阶南海我都把它变成明星 对啊 这是一个运动 因为生活,我都是 我们中国人都在笑评不笑唱 对,他会有很多论点 可是,他的论点 如果他现在讲起来 我都觉得那是 那就是很熟透的论点 其实他有更多更强大的论点 所以我的论点叫做 貌美论英雄 貌美论英雄 对 人丑万人行 不是我心 看着我 人丑万人行 我很丑 没有,我不是 我讲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是靠这个规则 去深入原子 靠原子 规则去深入原子 对不对 对 对 你